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封面来报道了 其实从昨天傍晚开始呢 封面就已经抵达了台湾 那么而且这一波的封面呢 又是雷又是豪雨的 请大家特别的注意 今天这封面来报道呢 它的降雨时程会由北到南 上半天中部以北地区 降雨是最为激烈 那到了下半天的时候呢 它就会到了最缺水的南部地区 不过这一波封面呢 看起来还是比较快闪 它影响的主要时间点就是今天 那么明天呢 封面就会逐渐的远离 然后呢 转成东北季风 所以呢 今天呢 会是降雨最激烈的一天 请大家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攜带雨季 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 因震雨或者是雷雨 降雨几率是百分之百 所以不用堵了 它就是会下雨 而且会下大雨 在温度的部分呢 也明显的因为风向的转变 所以呢 温度急剧的下降 今天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是 23到24度 全天呢 都是像现在比较湿凉的天气 中部地区白天的温度 24到25度 也是全天偏湿凉 至于南部地区呢 也是阴震雨或者是雷雨 降雨几率百分之七十 那主要呢 下半天的降雨呢 可能会相当的大 那么白天的温度也降到 24到26度 东部地区 阴时多阴短暂震雨或者雷雨 降雨几率百分之八十 白天的温度是23到29度 澎湖地区因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雨几率百分之八十 白天的温度是23到25度 好 不只是降雨 中央气象局呢 还针对了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 发布了大雷雨即时讯息 而且呢 还发布了豪雨特报 包括了苗栗台中彰化 还有台南以北 都要注意局部性的大雨 甚至于刚刚提到的苗栗台中彰化呢 要注意可能会有到豪雨等级 好 所以今天呢 苗栗台中彰化 那么主要是在中部的这几个县市 要特别注意豪大雨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宜兰23度 台中22度 台南台东26度 高雄25度 花莲跟澎湖24度 而且可能全天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温度形态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是跌多涨少的 高雄工艺指数下跌了79点 收盘指数是33897点 跌幅0.23% 纳斯达克呢 是开低走高 做收盘的时候呢 翻红小涨了3.81点 收盘指数是12157点 涨幅0.03% 主要呢 是有一些科技的巨量级的公司 的加持 包括了像是亚马逊上涨了 百分之1.96 苹果上涨了百分之0.7 带动了纳斯达克呢 相对而言是比较强势的 好那至于在标普五百指数的部分呢 则是下跌了0.35点 收盘指数是4154点 跌幅百分之0.01 非城半导体呢 是尖临层美国股市当中表现最弱势的 当然还是跟台积电有关啊 那么这个非城半导体呢 下跌了31.34点 刷盘指数是3046.38点 跌幅百分之1.02 那么今天下午呢 台积电就要举行法说会 在法说会的前夕呢 市场对于台积电 持续的采取一个相对保守的态度 那么所以呢 我们看到台积电的ADR 在今天凌晨在美国股市呢 交易是下跌了百分之1.03 另外呢 台积电最重要的供应商艾斯摩尔 虽然呢 他交出了很不错的财报 而且强调今年的整个的 这个营收预测没有任何的改变 也没有台积电砍单的消息 但是呢 艾斯摩尔的股价 仍旧下跌超过三个百分点 那么是使得非城半导体呢 大跌的主要原因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的是油价 油价呢 也是因为担心未来的需求前景 所以呢都是下跌的 中国大陆交出来的第一季成绩单 其实很不错 然后昨天的美国呢 所公布的上周商业原油库存 比意外的要比预期的下降非常的多 这代表的是需求其实也是在增加 但是仍旧不敌前景堪率的压力 所以呢我们看到 纽约六月份到期的原油期货 下跌了1.66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9.24美元 跌幅2.05% 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1.65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83.12美元 跌幅1.95% 那接着呢在农粮价格的部分 都是下跌的 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下跌了0.82% 芝加哥小麦期货 大跌了2.35% 芝加哥玉米期货 下跌了0.7% 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因为美元指数上涨 黄金呢其实在它创下了历史次高之后呢 就一路的陷入整理 那么在盘中的时候呢 几度曾经跌破了一样是2000美元 然后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勉强的站在2000美元之上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下跌了12.40美元 每奥斯的报价是2007.30美元 跌幅0.61% 盘中最低呢 曾经触及到1980美元 不过最后呢 仍旧是拉回 那白银的期货呢 反倒是上涨了0.43% 至于铜跟靶金的期货呢 反映的是 对于未来衰退的疑虑 所以都是下跌的 铜的期货跌了0.35% 靶金的期货跌了1.47% 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则是上涨了0.2个百分点 这里面呢 欧元跟日元对美元呢 是贬值的 但英镑对美元呢 是升值的 主要的原因是呢 英国呢 昨天所公布的经济数 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太惊人了 年增率还高达10.1% 这使得市场预期呢 英国央行未来 不但不能停止升息 而且可能5月6月 都要各升息一马 好所以呢 这是英镑的对美元呢 升值的主要原因 但是呢 因为欧元跟日元对美元相对弱势 所以呢 美元指数仍旧上扬了 0.2百分点来到101.9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 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呢 最近尤其是一年期 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也快速的回升 两年期公债殖利率 已经来到了百分之4.248 一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也来到了百分之4.819 那么对短期利率 最敏感的六个月期的 公债殖利率呢 则是来到了百分之 5.081 好那所以呢 其实如果从三月中旬 矽谷银行倒闭事件 那么一度下跌的公债殖利率 在短期的部分 几乎回到了之前的相对高点 那么两年期的部分呢 那还没有回到 这个矽谷银行发生之前的高点 但是呢 也来到了百分之4.28 好 那么这里呢 是值得注意的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是欧洲的三大早股市 是涨跌互建 英国金融市报百分之5家 指数下跌了10点 跌幅0.13% 反映的就是昨天 英国所公布的通膨数字 很惊人的高 所以看起来英国的通膨呢 还是很难处理 而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呢 则是上涨了15点 收盘指数是7549点 涨幅0.21% 今年以来其实最强势的 已开发国家的股市 大概就是法国的股市了 那么德国的这个 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12点 收盘指数是15895点 涨幅0.08%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以及最新的消息 美国联准会呢 昨天公布了这个和皮书 就他们每一个月 其实都会调查 12个地区的这个联准银行 他们俠下的经济活动的情况 从这一次的调查报告里头来看 确实有一些经济放缓的迹象 包括了有整体的物价水准 还在温和上升 不过价格上升的速度 正在放缓 所以这是通膨 虽然还在上升 但是上升幅度放缓 那第二个是消费者支出 看到了普遍视为持平 或略有下降 好 那因为消费者支出 占美国经济成长的 60%到70% 占了三分之二 所以呢 消费支出持平或下滑 这件事情呢 对于经济影响是负面的 另外呢 在就业市场的部分呢 虽然仍旧是吃紧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 所以不管是通膨或者就业市场的警翘 似乎都出现了一些成长放缓的一个情况 那么而且呢 看到的是这个 这个经济活动的变化 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报告 好 那这里面凸显出了 这个经济放缓的迹象 是在不同的地方都已经缓慢的出现 包括消费者支出 包括了物价通红的上升的放缓 还有就业市场的吃紧的放缓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全球的企业债务违约 穆迪呢 昨天提出了一份报告 那么提出来说 今年的第一季 那么在穆迪有编列信用平等的企业当中 有33家违约 不是全世界所有的企业 因为会被穆迪去编列企业平等的 其实都是大型企业 好 在大型企业当中有33家违约 这是2020年第四季以来最高纪录 那时候第四季 因为全球各式各样的COVID-19的封控措施呢 导致有47家目的所编列的 信用平等的加速的这些企业呢 那么违约 那么但是呢 现在出现的第一季呢 是33家 那么而且呢 目的预期因为在借贷成本走高 还有全球经济成长放缓的情况之下呢 会让违约风险比较高的 这些垃圾等级的公司在呢 在年底的全球违约比例会从3月的2.9% 上升到年底的4.6% 明年第一季还要再上升到4.9% 另外一家信品机构标普呢 也认为美国的垃圾等级的公司在的 违约比例会从去年底的1.7% 大幅度的上升到4% 好这全球企业的违约比例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欧盟呢 通过了碳进口税 那么现在呢 要实施的时间点 预计是2026年 这当然是全球首例 也是第一例呢 把气候的规范纳入到全球贸易规则 昨天这是欧洲议会呢 所通过的 那2026年呢 初步锁定的产业类别 包括了钢铁水泥铝肥料电力 还有氢 这些比较属于高耗能的 高碳排的这一些商品 而且呢 为了要对 它有一些减免规定 就是如果它进口的这些国家 它呢实际上面已经实施了一些 碳定价的话呢 那么这一些 不管它缴的碳费或者碳税 是可以抵减这个碳进口税 或者是碳关税啊 那么这是2026年 这当然对于台湾而言呢 就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的通膨压力还是非常的高 目前看起来欧元区 至少还在升息一次 那么英国的部分 甚至于可能还要再升息两次 欧盟统计局公布呢 三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确定是6.9% 那么虽然比二月份的8.5%减换 但是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就扣除掉能源啦 然后这些波动幅度比较高的粮食啊 这一些剩下来这些涨上去 就不易跌下来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还高达5.7% 这比二月份的5.6%都还来的高 所以欧元区的通膨还是很严重 而且很难解 所以呢估计欧洲央行还要再升息 而英国呢 所公布的三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更是高达10.1% 虽然比二月的10.4%稍微的下滑 但是还是非常的惊人的高 所以目前呢 那么交易市场呢 评估认为英国央行可能被迫 五月六月都要各在升息 另外呢南非昨天也公布了 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三月份呢是7.1% 比二月份还要来的加速 所以南非未来恐怕也要持续的紧缩货币 并且升息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在财报的讯息部分 摩根斯坦里呢 他昨天公布的财报 第一季的获利衰退了两成 那么以及营收呢 是衰退了2% 但是都比预期要来的好 所以摩根斯坦里呢 他的股价反而是上涨了0.67% Netflix呢 他公布的获利其实呢 也获利呢是也优于预期 那么从16亿下滑到13亿 其实是优于预期 但是因为他对于今这一季 就第二季的猜测呢 非常的保守 所以我们就看到Netflix的股价呢 重挫3.17%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部分 现在为了要这个拼消费 所以呢要启动新能源汽车下乡 那陆港股的部分昨天都是下跌的 上升综合指数下跌了23点 跌幅0.68% 深圳城市下跌了100点 跌幅0.84%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270点 跌幅1.31%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 继续在三大法人都 卖操的情况之下呢 开高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下跌了98点 收盘指数15770点 跌幅0.62% 成交金额2522亿元 外资继续买超103亿元 好那今天呢 是台积电的法说会下午啊 那很多的包括了他的资本支出 还有营收的预估 以及要不要寻求 美国的补助这件事情 都会是法说会的重点